总咨询一开始 议员蓝敏黄就建议 恢复前市长许才利 张通荣任内 每周一次与民有约 亲自接见市民 立即获得谢国良正面回应 很多的里长 很多的林长 很多的市民都跟我建议 都跟我反应 过去的市长有约 为什么取消了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建议 甚至很多的委屈 希望向市长来陈情投诉 希望市长能够帮忙 这么好的政策 很可惜林佑昌前市长 一上天就把他取消了 所以我对谢市长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请市长 恢复市长有约的政策 让谢市长能够像张通荣市长 能够像许才利市长一样亲民 关于我的第一个建议 我想听听看市长能不能 同意我的建议 我们的时间可以把它定下来 可以跟外界说 我们以后就在 每个礼拜一的下午 五点钟到七点钟 每个礼拜一的下午 五点钟到七点钟 我们来做与民有约的 那原本之前也有人 有推荐过我 那我们原本在考虑的点 我会跟议员报告 这不是我第一次 听地方人士听到这个意见 但是因为您提不一样 那原本我是考虑到 因为公务真的有很多 我们需要让基隆很多东西都进入改变 所以其实我认为在公务职场上 没有一个会议 没有一个决议 没有推动一个政策 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效力 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拿我们尽量 大概五点钟以后 到七点钟这个时间 来见民众 如果他们愿意来的话 我非常乐意接见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做以上 此外蓝敏黄体恤警察辛劳 重视警察权益 希望能和市长一起争取 远景超勤加班费 三月份立法院 已经有很多立委建议了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非常好 希望市长能够在这方面 来帮忙争取 我记得我刚当议员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帮警察局争取什么 超勤加班费 这几年前也没有所谓的超勤加班费 但那个年代 我们议会的同仁 不分党派 一起向中央 就由议会提案 由市府去建议 很快的立法院就通过了 那么16年后的今天 有所谓的繁重加急 那我们也希望 比较过去的做法 由议会来建议 请市长向内政部 来争取警察同仁的福利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是福利 我学校的 我的经议会 我们在议会 不得日子 我'ts 每一年 我们